天安祈福 平安健康 平安健康 新年快樂 立即釋放 已經四年多時間 也不管是香港的朋友 嘗試搭船到台灣來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被中國的海警攔截 現在人被關押 又或者是很多中國境內的異議分子或人權工作者 又或者是在西藏或新疆 包括我們熟知西藏的這個重要的夾心人社 長期推動西藏文化跟語言的交流認同的資源相關的運動 因為中國是一個害怕面對挑戰的一個強權 相對的他也是一個脆弱的強權 因為他嘗試著去緊緊的控制公民社會 嘗試著去壓迫更多不同的人 所以他對這些不同的聲音感到害怕 他對這些不同的聲音 碰到這些不同的聲音 他只有一個方式就是打壓 就是關押 那今天這麼多台灣的NGO的工作者 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喚起大家 在這個過年前再一次的回想 還有這麼多的朋友 他們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 但是面對到這麼不自由的待遇 那所以我想台灣作為一個在世界上被肯定的一個民主發展的國家 其實我們更應該扮演起這樣的角色 讓更多世界上的朋友知道 台灣願意去幫助更多不同 從不同的地方也好 或是在中國境內被關押被打壓的這群人 那這是我想台灣作為一個民主國家非常重要的意義